老大 没事 你别哭了 没事 没事 别哭了 别哭了 没事 来 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郝爽 今年21岁 她有酒窝 牙齿很白很齐 多好一姑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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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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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自己选 如果你按下那个键 妈妈会从后面出来 说明你放弃了轻声的念 继续接手之类 你自己选 我们已经听见了妈妈的呼声在门后 你自己选 主持人似乎给了好爽的一个难题,选择暗灯就意味着接受父亲的告白,继续接受治疗,但是这样会让父母继续背负沉重的负担。 如果坚持放弃治疗,又没法面对父亲的哀求,门后母亲的失声痛哭,好爽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现在对于你来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最难的不是就是钱吗,对吗? 所以我们换一个思维,我们今天既然在杨栋卫视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在完美告白的一个平台当中,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向全国的观众,让他们给我们更多的帮助,能够支撑起你小小的身体,让你的家庭变得完整,幸福。 我现在特别想呼吁,就社会上这些有能力,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士或者企业,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伸出一些援助之手,哪怕是一点点帮助,这样大家集合起来,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大的。 我希望能够帮到他们,哪怕是多让他们做一次化疗,多让他们活一天,活一个小时也是值得的,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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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的女孩 我妈妈的女孩 不能啊 天儿啊 你妈妈的女孩 你妈妈的女孩 对不起你 我的妈妈对不起你 我不要这样 你们在家警戎了 我不要这样 你妈的女孩 你要离开我和爸爸 才有什么肚子里去生前 你要不让我爸爸和妈妈 还有什么肚子 来 我们稍微安静一下 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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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视力怎么样 视力模糊 就是 着急上火的时候 就是更模糊 所以我不想再看我妈妈这样 因为我 连药都少吃不吃 外面有糖 她都不顾着天儿 为了手钱 就是我送的 外面 女孩不要说这些吃 你活着 妈妈 妈妈 谁是我们一家人 她是最幸福的 知道吗 好 你们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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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孩子没有了 如果孩子没有了 你们怎么过 想过没有 我没有见过 爸爸想过吗 现在今天我就让你们想 如果孩子就没有了 还见着外债 你们怎么过 可以 妈 我要生走了 你看看这个吧 这个孩子特别可爱 告诉你们可能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真的要接受孩子的建议 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 因为这一幕很有可能会发生 如果发生了 我就按孩子这样的过 因为这是孩子一份美好的祝福 但是 爸妈接受了你的安排 你也应该接受爸妈的安排 那就是你要积极治疗 如果实在不行 大家都尽了力了 回天乏树没有办法 那么 你的这份安排 将是你给爸妈带来的最后一份幸福 你说呢 好不好 你答应了啊 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听见了啊 我也 会好好 接受吗 爸爸 接受 拿着吧 所以说怕 有什么用 不如勇敢的面对和好好的安排 我们与其卑卑切切 去面对 时早要到来的 或者肯定会到来的 现实的生活残酷 我们为什么不去积极面对 而且今天电视节目播出之后 我相信我有不少人会为你们的故事所感动 而且有很多慈善组织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公益 都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所以不要气馁 好吗 我祝你早日康复 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如果哪天你们要是三个人再白白胖胖的跑到我这来的时候 我希望还带着那个小姑娘 这样的话